一个和尚和一个渔夫的终极对决,二十万对六十万,你猜谁赢啊? 元朝末年又是一个群雄诸鹿,中原的局面在这场声势浩大的争霸赛中两谷,势力游击引人注目,他们便是长江流域的两只红金军西部以渔夫出身的陈斗, 亮为首东部以曾是和尚的朱元璋为首陈有亮心眼之猴急的在九江坐上龙,以当起的皇上朱元璋弯绕途选择了高宙强缓称王的路线此时, 援军正集中主力对付北面的刘福通朱元璋和陈有亮,则在南方为了争抢地盘,进行了殊死搏斗二人的争夺,至于颇阳湖之战。 这也是朱元璋经历的最为惊心,动魄的一战双方在鄱阳湖大战三十六天陈有亮投入六十万人马而朱元璋之有两, 临岸这也是史上一次昭明的以少胜多的战役鄱阳湖之战,双方打得都非常艰苦, 尤其是朱元璋人家陈有亮的事,连聚州魏镇楼鲁高十余丈棉户数十里,而朱元璋的是船小,人少更寒碜的是他做一个小马扎, 在船上指挥画风,不要太轻其有一次,朱元璋刚刚换了船之前的指挥船就被炮击得粉碎好不惊险。 还有一次,朱元璋的船被陈军包围幸好大将韩城乔装成朱元璋跳水假装自杀, 缓解陈有亮的进攻朱元璋才得以脱险,但小船有小船的灵活当东风刮起来的时候, 朱元璋派人放火烧船,对方的船是以锁链连在一起的因此死伤惨重, 其中陈有亮的弟弟陈友仁被烧死,陈军士气,大大受挫, 老谋深算的朱元璋里,用了陈有亮求战心切的心理, 设了一记,他让陈有亮的老友,康茂才给陈写了一封信, 向陈诈祥说,愿意做其内容约定,再将东乔会和道时陈有亮喊, 老康,错为案,好与此同时,朱元璋在这边设好, 埋伏胆大心粗,的陈有亮不知是几乖, 乖钻进老朱的包围圈士兵被杀, 落水而死的不计其数,陈有亮趁乱气大船, 呈小舟,而陈朱元璋又怎么会轻易放, 吊他们早就派人,守住了浦阳虎头, 陈有亮几日逃途不了。